糟了,看來我還是遲了一步 不論如何 得趕快去阻止義父才行 小子,我的事還輪不到你來插手 乖來乖來在旁邊,瞧我怎麼收拾這三個傢伙吧 陳五名也入魔了,被霸劍影響了 這跟當初的項羽是一樣的 師父,大師兄 師父 大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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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掌門在黃神鞋被雷鏡幹掉 所以不得不讓豬浩接了通通派掌門 導致後面的悲劇的悲劇 所以就是 註定的,大師兄註定是要死的 都怪為師的無能 神無名一見自來師,竟然猶豫了片刻 大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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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兄 大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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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人還是一如往日的卑劣 最想殺的人就是你 原來有種留在這裡不逃 看你這次要如何活過我的殺族 不过无所谓 反正你们今天全都要命上于此 谁心谁厚都是一样 准备好这拜一次了吗 神无名 我不是来这里与你斗嘴的 动手吧 哼 那就如你所愿 你遵 左轩 你上次与我一战兽的内伤尚未痊愈 这回勉强趋势时程真理与我拼命 只是让你输得更快而已 如今你的武器简直当无存 还不乖乖扶索成成吗 神无名 我不是输给你 而是输给了八戒 即使是输在冰刃上也是输了 你可记得这句话 现在我就把这句话原封不断地还给你 你 哈哈哈哈哈哈 今日不止五大派掌门 连今天神手左轩都败在我手下 中原武林再也无人能胜过我 虽然迟了十多年 我身无名 依然证明了我的剑法是天下第一 至于你们这些左家败将 自然没有活下去的必要 应该就拿你们五大派人重的性命 来祭天地与四方鬼神 用你们的鲜血在这神物观铭记我的至尊之名 不行 这样下去五大派人重性命不保 义父也会造下更深重的杀念 永远无法回头 非得去阻止他不可 盛大哥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这是我和义父两个人的事 与别人无关 姚妹 蓝姐姐 赫大哥 小前辈 你们不许跟我走 跟着我去冒险 这件事就要跟着我去的 这是不把我身体去当朋友 是那个 姚妹 公子心意已决 你就让他去吧 沈兄弟 我只能在此祈祷你平安无事 沈兄弟 我只能在此祈祷你平安无事 而且你以为今日我饶过他们 将来他们就不会来寻仇吗 你为他们俗情 那就是选择站在他们那边与我作对 我神无名对朝敌 见下从不留情 与此事你也不例外 沈少侠 神无名为人冷酷无情 柳青不认 你千万别为悔悟我们而激怒他 否则他一样会对你动手 或许五大派仅都负面于此 人一死了 您无需 义父 那是孩儿就八剑交给您 是为了了结一石之威 虽然没料到解剖变成今天这样 但这种鬼 是孩儿的责任 孩儿再次恳求义父放下土盗 不要在泄海中越陷越深 那个喜乐卫还有输输奖金 传说剑法的一副有在眼前 还有相信 只要你愿意回头 我们依然能像在无名古事那样 找出偏僻无人身上俊领 重回于世无争的日子 小子 我的确得感谢你将霸剑交给我 多亏了他 我才得以逐渐恢复记忆 想起自己是黑衣剑狂 神无名 我被那个十八年前在泰山决定 离死了自己的狂剑客 遗憾的是 真正的神无名 从来不是你知道的那个义父 是为了寻求世上最强的剑法 不许全天下为敌的疯子 你所制造的那个义父 已经再也不会回来 虽然当年在无名古里的父使秦姨 与我有如成土 过 看在你始终认为我是义父的份上 就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能在剑上射得过我 就放过在场这些人 不过 若你输了 唯一的下场 就是死路一条 明白吗 十手小 你切勿不可 义父 如果这是唯一的方法 孩儿也只能得罪了 我还有人一命 能帮助义父离开这条 充满血清的道路 那么还有人 有武汉 小子 看来你是有所觉悟了 很好 你的武功都是我教的 对手应该比武派的驴头更有趣 让我瞧瞧你这段十日的武功 多少精力 来吧 哇 哈哈 唯一不会偷鞋的就是青尾钢 对啊我也很喜欢义父啊 蠻喜欢他的 啊就是被霸性影响了啦 就跟九一天 就跟当初九一天正之间的 里面的吃油荒魂一样啊 会被控制啊 这拜一圣在前几集 直播的时候就会讲他不是个好东西的啊 已经有两个人讲过了 我不要啊你的无防飞剑很强 诶 请问这个字抓羊羊吗 我就问 我就问 到此为止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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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请原谅孩儿不知分寸 妄图躺柄当车 骇尔痴痴 诺飞医父所下留情 在你所下你一招都走不过 因为你对骇尔还有一丝父子之情 求你就是巴掌 神子俊 你错了 我刚才对你下手丝毫没有留情 这我宣上前一招就摆在我剑下 三招之内你找他来十个人就定 你以为我会让你半死 不得向我如所不凶 义父 孩儿不明白你这番话的意思 你不明白 是这柄剑 是这霸剑在畏惧你 他这土路武派人众是分毫不差 与你却一再故意偏开要害 神子俊到底是谁 与霸剑又有什么关系 义父 孩儿只知道 此间有许多救援救客 然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孩儿也不明白 你不明白 你怎么可能不明白 神子俊 彼此的霸剑原本属于你 此刻却在我神无命之手 彼此穷尽一生之地 我要让他真正成为我所有之物 今日就先留下你和五大牌那飞舞的性命 夜时我会再回来去你的命 证明我才是这把劲的主人 神子俊 你就好好给我等着吧 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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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这几天来众位留在本关协助救治伤者 特别是燕姑娘与淳于先生 两位仙手人数救回了不少人命 五大牌人众伤亡随众 但除了本关损伤七八闽门人之外 只有松阳门的阳爵山阳掌门 因为伤事故众不幸先事 或许这回是五大牌注定该招此剑 但由于有你们乡主 人命死伤得人止于此 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型 慕容宽身为此地主人 一直召开这次无人大会的盟主 代表五大牌再次正式向你们致谢 至于之前的师弟之言 自然也是一并勾销 最后再也休提 一生叫啥巴汗 慕容前辈不许客气 慕容前辈不许客气 十几年此刻三次未遇 其实不许 特别为这种小事起身 应该在床上多休息才是 不会见你神机器呢 前辈伤事已无大碍 王辈也就安心了 不过弄王辈也没有猜错 慕容前辈找我们来此说话 想必不只是为了说这些吧 沈少侠所料不差 话说老夫这回在此召开武林大会 原是为了召集其他失败 商议如何对付这次入侵的辽国间行 根据朝廷收到的消息 他们下一步是潜入国都开封城 如你所知 领头的消音不但伸手了得 而且精通咒素 虽然尚且不知 他们潜入开封城的目的 但肯定锁图飞散 那么他们打算向朝锦或上上下手 绝非寻常俊兵所的应付 老夫因此受到朝廷之托 从武林中逃选一批高手派往开封 于是召开这次的武林大会 趁着与各派掌门上亿人手之际 同时与地下的迷阵 作为圈套 凭又消音一起自投罗网 让他们正在逃离 逃出地下迷阵 为了是否这次陷阱 也能趁着五大牌人马群起 人多四众之变 群起包抄和尾 老夫原本以为 这一世恶牛之计 应该是万无一世 其知 慕容贯主思虑顺命 瞻前顾后 这番安排可说是滴水不漏 虽然之后结果不如预期 也只能说是人算不如天算 并非慕容贯主之国 多谢燕姑娘之言 承蒙慕容前辈看得起 托付如此重责大人 晚辈虽然自知人为利浅 也当尽力而为 这么说来 沈少侠是答应了 老夫真是感激不尽 此事竟然与高将军有关 正是 高将军现在官派 右肩门尉大将军 虽然这只是个虚指 他本人也已推下寒武 不再指掌秦军 但他私下依然关心国事 尤其是注意北方辽人的动向 高将军果然一点都没有变 依然是个心热之人 既然是出于他之情 于我便是择无旁贷之事 真是太好了 多谢慕容灌主 何某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慕容前辈所托之事十分紧要 自然是不容拖延 我们六座准备之后便急出发 今晚开封城拜访高将军 请慕容前辈安心养伤 我们这就告辞 此事关联重大 一切就拜托你们了 沈少侠 老父祝你们一路平安 多谢慕容前辈 晚辈告辞 三师姐 慕少侠 你们总算来了 小轩子 你开的玩笑 总是这样不好笑 我已经不是说 這是你的三師姐了 不過你怎麼還在這裡 你沒跟師父他們一起回天凜峰嗎 小軒子 我會的 請你幫我轉告師父 等開封城的事情忙完 我一定會回天凜峰拜見他老人家 謹遵三師姐之命 你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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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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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请放心 晚辈一定牢牢记住你的祖父 不过你提到他与晚辈有缘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莫非之前胡来弄坏他的鲁莽之人 与晚辈有关 呃 这件事不重要 就别多问了 修理公布 耗费老夫不找心神 这阵子是这样好好休息 你快去忙你的事 你在这里老老夫的心情 是晚辈遵命 你快去忙你的事吧 你还在这里老老夫的清静 终于 哎有比较强 啊有比较强 只是那个暗 撒暗 多了20 哎是有比较强 这把剑好熟悉哦 嗯 哎他名字是什么 打造霸劍之前的最高解采 哦 所以是那 哎这霸劍真的是他他造的 不行不行 不要电话了 嗨伟统领 有哎他有图像哎 哈哈哈哈哈哈 比较年轻版的伟大伟大人 伟统领大人 他请问上官员在旁边吗 啊伟胜在这边是大将军啊 在手游里面却是一个佐卡 可怜呐可怜 啊你叫伟胜啊 但是又无畏将军 光化精一层 冤识全域前都统治 哎这一大串头型真啰嗦 还是叫安慰身为伟将军就好 果然有座图像 好像打架哦 接接接接接受啊 啊 陈少佳也是豪爽之人 维莫十分欣赏 咱们别浪费时间了 就上台比武吧 好 咱们就第一场比试 这边是变因此 维莫亲自训练的部下 这非人以一党百的精锐 这也不是勋奏士兵可比 就让他们来试试你的身手 那么伟将军看得起 这张权益已赴 那我们就献丑吧 OK 灭魂大法 OK Nina 吃得肚子 谢谢 opia 看 败 水 我 可以 咱们 我 什么 你 这 你 我 dj ok 沒有錢 官兵沒有錢是不是 好好沈少俠 在一場民營的漂亮 我也沒有期待將對手已經很久 那麼就開始第二場吧 韓哲平請會可是進軍中的金輪 你得多加小心 現在我們不會讓偉將軍失望 先走了 好第二場 哇太多人了吧 給我錢 還沒有還沒有那個鐵匠分裂 哎對啊 很奇怪 為什麼尾聲沒有改 難怪的 哦不怕勒 哦不怕勒 好第三場第三場是他了吧 哦不是第三場是更強的精銳是不是 哦加他 哈哈 好這太好了 維莽果然沒有看錯 兩年生在兩場絕非僥倖 說明你們其實深場不樂的高手 維莽今天有機會運門一覺逃下 可說是榮幸之志 不過維莽是個粗人 習慣上上場的規矩 達到寒上處往往陷入魂南萬物之境 出手可能會忘了分寸 所以彼之中有得罪之處 還請我們多多包涵 維莽君是習慣戰爭之人 此乃理所當然之事 而且我們多然與你較量 於此自然有所覺悟 多謝諸位領情 我們咱們就開始吧 請 如果我們沒有解這個知見的話 你就看不到偉統領了 因為他在神魔之分傳的時候 上官語有特別跟偉統領說 這個這個妖魔不需要偉統領 親自 親自上戰場 我就來看看你有什麼強 啊 不要一下被我秒了哦 哎呦 寫蠻多的哦 你看一下他的招式 據說他會天降奔裂 所以我想看看 我們先補個鞋 別人知道 他快打死他啊 所以我們先等他一下 哦這個陣法好帥哦 哎他不放啊 放一下嘛 還是要打他一下 不管我出走了 先做趴 我再一抓他就死了哦 有了有了 血氣了 突然覺得有點普通哎 怎麼辦 有點失望哦 有點小失望 這招都帥都了 聽到本來是什麼東西 哎小貓 這招那招都帥都了 天降奔裂給我這種鳥東西 太好了 對啊 剛才那招還帥都了 哈哈哈哈 痛快 這一招還 這招還真的痛快 維某拜個心佛口佛 果然學無止境 無意的境界 還很寬廣 神少俠 多一些你們讓維某 引誤到自己的不提之處 記得慕容老將軍說過 無本純於心 而不拘於心 維某一面 依賴冰任鎧甲之力 執著於攻守進退的戰爭之法 所以他敗在你們手下 維某果然太淺薄 多謝偉將軍的承諾 你的想法 則是無人大勝風範 我們不過是靠一些 青門怪招 略章上風 可以做事甚至不 你就當他們 只是較量一下身手 身不如何就被在意了 重力披風 這怎麼行 這場比武高下一定 確實是你們贏了 維某十分佩服你們的本事 之前答應的報仇 只當雙手奉上 最愛慕容寬啊 話說有兩件維某珍藏 多年的寶槍寶甲 必須捨不得用 這是比試 讓維某毛色盾開 引誤到武學真理所在 難道是虎袍槍 決定今後不再依賴冰甲之力 這寶槍與寶甲 就交給你們吧 維某相信他 必定能派上用場 希望你們不會嫌棄 對啊 好像在神魔之聲狀 那聽到一樣的話 維將軍 在下是個無毒親中的江湖浪人 自知不應僭越身份隨便開口 不過在下心中有些疑惑之死 無論如何想弄個清楚 還請維將軍不令吃腳 這位裝飾客氣了 維某剛才擰教你的槍法 也順手飛彈不到維某之下 而且維某似乎在那裡見過 不 那也是維某弄出來的 勢力之處還請見諒 既然張文師同是五人 有機緣在此以槍會有 那就無需在意什麼身份差別 閣下想問什麼 就儘管問 只要並非四射機密 維某必定知無不達 維將軍 待下雖然武藝低位 卻鍾行於槍法 在剛才的彼此中 在下看到將軍使出一招精彩絕倫的槍擊 這件束縛來回如神將奔團 槍那麼飛舞 那麼雷光電閃 哇 和上次終會捧啊 明明就沒有 在下不曾見過如此威猛暢快的槍擊 冰醉神明之下 無資金想理會這招槍法的薪水 因此斗擋向偉將軍請教 不知道槍法叫什麼名字 又是出自於何處 說來慘愧 那卻竟然說不上是一招槍法 當時維某正蓄勢待發 突然有苦不知 哪有的鬥志衝刺全身 頓時覺得腦門一樂 沒多想什麼就往前奔了出去 然後隨著意知所知 毫無張法的一陣狂批亂打 但維某回歸重來 早已不記得剛才死出什麼造勢 若此刻要維某再一樣重來一次 那是怎麼也做不到了 原來如此 維將軍一時興起創作的神妙槍法 卻經由盤工人的在下 雙眼記了下來 這還真是奇妙的緣分 維將軍 那槍法在下還記了七八成 弄一不介意的話 在下打算以自己所學 想要重新演練之後 去武存精 真正成為一招人流傳於是的槍法 不知你以為如何 原來是何商之法傳下去的 特別要交代天降奔裂的由來 太搞綱了吧 嗯 那就太好啦 割下對槍法 的領悟 遠受維某 如果你真的有此創造一招槍法 維某也能厚著臉皮 張一點光 聽之前的形容 頗為貼切 那就教他天降奔裂如何 多謝偉將軍赤你 這名字真是才合適不夠 希望在下 能早日將他完成 重新偉將軍進入的豪爽硬製 相信他絕對不會辜負 天降奔裂這個名字 不一定哦 除非和尚之數出來也是一樣 一樣鳥哦 你有這份熱切之情 相信一定能辦得到 不過可別再提什麼英姿什麼之類的 維某的老臉都要紅了起來 那麼這件事會交給你了 咱們比試也到時結束 待會就請各位 隨維某到後面庫房一趟 不會取出寶箱寶甲 連同說好的報酬交給你們 今後若我們還有緣分 還請主管多多指教 多謝偉將軍 好我們學會天降奔裂了 破軍陣型書 龍王級 神池裂凱不是補薄槍哎 ok就這樣 啊我們看一下 那個槍應該比較強吧 哎哎還不錯還行呢 還行還行還可以還可以 然後招式的話 我待會試試看